季星转头看向韩婷 温柔地说 走 我带你到附近转转 每次来都匆匆忙忙的 这次好好看看 两人刚准备迈出家门 季母的电话就打来了 哎呀 星星 我忘记带牡丹花扇子了 你一会儿帮我送去 季星应声道 好嘞 妈 一旁的韩婷说道 行 我跟你一起去 于是 两人一同出发 去往公园的路上 正巧碰到了鼠人林奶奶 李奶奶看到季星和韩婷 眼睛一亮 笑着说 哟 星星回来了 这身边的涮小伙儿是你老公吧 季星微笑着点头回应 李奶奶 是呀 李奶奶连连夸赞 真是般配的一段 这次回来几天啊 季星和韩婷礼貌地跟李奶奶含喧了几句 此时 季星心里想着母亲着急跳舞的样子 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韩婷看在眼里 说道 星 你走慢点 别着急 我走得快 我先把扇子给妈送过去 你随后跟上 说完 韩婷便大不流行地向前跑去 身影很快消失在季星的视线中 季星一边走着 一边还在和路过的熟人打招呼 韩婷拿着牡丹花扇子快步向广场走去 那矫健的步伐和挺拔的身姿在阳光下格外引人注目 没想到他刚一出现广场 一位热情的阿姨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说道 这小伙子没见过 长得一表人才啊 旁边另一位阿姨紧跟着问 小伙子 你有女朋友吗 韩婷刚要开口回答 又被另一个阿姨抢着问道 你做什么工作的 收入咋样啊 这时 又有阿姨插话道 这小伙子模样俊 气质也好 看着就让人喜欢 韩婷被这间二连三的问题弄得有些哭笑不得 脸上露出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刚找到机会开口 季母看到了 赶紧快步走过来给韩婷解围 笑着说道 这是兴请老公 韩婷 我女婿 大家别把孩子问懵了 眼神里满是疼爱和自豪 听季母这么一说 众人一脸遗憾 纷纷感叹 哎呀 这么好的小伙子已经结婚了 好了 休息五分钟就集合了 再彩排一遍 一位向市领队的阿姨喊道 这时 又有阿姨说道 那个帅小伙 能不能帮我们拍照呀 韩婷爽快地答应 好呀 没问题 于是 他认真的找着角度 还不时给阿姨们指导着动作 阿姨 您头稍微往这边偏一点 对 就这样 好看 拍得真不错 阿姨们看着拍摄的成果 满意地夸赞着 季母一脸骄傲 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对旁边的阿姨说道 我这女婿呀 不仅人长得好 心还细 对我们星星那也是没得挑 排练结束后 阿姨们的热情依然不减 小韩啊 你这么帅气 有没有兄弟呀 介绍给我家闺女呗 一位阿姨好奇地问道 这时候季星也走了过来 看到韩婷被一群阿姨热情围着 边笑边说 阿姨们好 阿姨们转头看向季星 纷纷夸赞 星星 你可真有眼光 找了这么好的老公 瞧瞧这模样 这脾气 打着灯笼都难找 临走时 阿姨们还热情地邀请他们 有空一定要来家里玩 阿姨给你们做好吃的 季星笑着回应 谢谢阿姨 有空一定去 等季星了解事情原委 想到高冷霸总的 韩婷被阿姨们热情追问 直接不顾形象地蹲在地上笑 笑得肚子都痛了 他一边捂着肚子 一边朝着韩婷喊道 韩总 你这魅力可真大呀 韩婷一脸无奈地看向季星 无奈地摇摇头 说道 你还笑 我都快着架不住了 季星笑得更欢了 直起身来 挽住韩婷的胳膊说 谁让你这么招人喜欢呢 季母拿着东西走过来说 星星 小婷 你们先回去 我去菜市场买点菜 有什么想吃的 告诉妈 妈 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季星亲密地挽住季母的胳膊 眼神充满是期待 好啊 季母笑开了花 眼角的皱纹都透着满满的幸福 三人并肩走着 温暖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 微风轻轻拂过 带来了一丝秋意的凉爽 道路两旁的树叶微微泛黄 随着微风轻轻摇曳 一路上 季星时不时地打去韩婷 韩总 你看这小城里的一切 是不是和新港大不一样呀 韩婷笑着回应 的确 这里充满了温馨和自在 季星转头问季母 妈 中午咱们吃饺子怎么样 季母笑着说 行 那咱就买点新鲜的猪肉和韭菜 那小婷想吃什么 季母问 妈 吃饺子就可以了 韩婷说道 那可不行 季母想了想 那就再炒几个你们喜欢吃的菜 季星连连点头 我想吃凉拌黄瓜 说着说着 他们就走到了菜市场 这里人声鼎沸 充满烟火气 各种吆喝声此起彼伏 摊位上的菜琳琅满目 五颜六色的树果散发着 有人的光泽 小城市生活节奏慢 季母不仅不慢地开始去挑选菜 一边挑寒一边耐心地教季星怎么辨别 星星 你看这西红柿 色泽红润 摸起来还有点硬实 这就是好的 季星认真的听着 又挑选了几个 韩婷则默默地拿着东西跟在后边 圆衫挂着淡淡的笑容 这豆角也不错 新鲜得很 季母说着把豆角放进了袋子里 妈 再买点土豆吧 我想吃土豆丝 季星说道 好 都买 季母硬着 走着走着 季星被一阵浓郁的香味吸引 原来是一家卖油炸糕的小店 韩婷 这个油炸糕特别好吃 咱们买点 韩婷笑着应允 季星给季母拿了一个 看着韩婷咬了一口油炸糕 急忙问 好吃吗 韩婷一脸惊喜说 不错 季星听完 自己也咬了一口 酥脆的外皮和软糯的内馅 让她赞不绝口 哇 韩婷 这个简直是人间美味 你多吃点 韩婷看着她满足的样子 嘴角上扬 这时 季母说道 我去那边买点肉 你们俩去逛逛 等会在市场门口会合 两人继续走着 突然季星兴奋地指着一个小吃摊说道 韩婷 你看那边 是烤红薯 咱们买点 韩婷看着她期待的眼神 点了点头 季星迫不及待地跑过去 接过烤红薯 热气腾腾的红薯捧在手里 她一边吹气一边包皮 然后递到韩婷嘴边 快尝尝 可香了 韩婷咬了一口 香甜的味道在口中散开 季星看到一摊位上摆放着水淋淋的草莓 拉着韩婷的胳膊说 韩婷 你看这草莓 多有人啊 韩婷笑着说 喜欢就买 过一个卖花的摊位 季星停下脚步 拿起一束鲜花 闻了闻 韩婷 这花真香 买一束回去摆在家里好不好 韩婷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了下来 季星开心地在她脸上亲了一口 看到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小贩 季星眼睛放光 撒娇道 韩婷 我想吃冰糖葫芦 韩婷买了一串滴给她 季星咬了一口 满足地眯起了眼睛 还把糖葫芦递到韩婷嘴边 你也尝尝 感觉 看看 dic 看看 咱们